学IT高端课程就来好程序员 年薪20万起 好程序员开启未来架构师之路 启动主题 一个是用户的流展主题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一下文档 这个文档当中还有一个用户的产品查询主题 用户的产品查询主题 但是你发现这个产品查询主题 好像和咱们之前上面的两个主题有点类似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 它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不一样 比如说有个Target Order Target Case Target ID 这些内容咱们怎么去取 首先你肯定要先去找到什么 找到咱们对应的查询的数据 对不对 需要找到用户所做的产品查询数据 好吧 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块写上一些注释 比如说什么 用户产品查询表 对吧 那首先咱们第一步先把产品查询表充建 先把它充建一下 OK 充建完成 创建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什么呀 去操作一下 查询应该属于符合哪个里面的东西 对吧 那首先我们先去找一下 查询的这条数据是哪 对吧 这条数据是在哪 那什么代表查询呢 我先拉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什么代表查询 什么代表查询 那咱们在这块去找一下 好吧 咱们在这块去找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取值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取什么 之前呢 咱们取的是什么呀 这个 Action 对吧 之前咱们做的是这个Action 就是取Action的行为操作 那现在是用户查询了 那用户查询应该代表什么呀 你看它上面这个有 咱们呢 查询吧 这个Action 应该传什么呀 是不是应该是交互行为 才是查询呀 那为什么是交互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 用户想要去查询一个数据 是不是要和你网站交互啊 对不对呀 它是不是要在你网站输入 输入数据 输入这个什么呀 资料啊 或者说输入一些什么呀 内容啊 对不对呀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产生交互啊 所以说05 就代表咱们的什么呀 用户的查询 也就是交互行为 就是 但是交互行为往一个 还远远不够 这个时候 我们还需要看它的 even的type事件 那么这个even type事件 为什么要看它呢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需要取 我们的什么呀 我们的这个查询内容啊 和查询的order排行方式啊 那这个查询排行方式 你看在咱们的 这里面有吗 交互行为里面有吗 没有吧 它只是一个Action行为吧 那在哪里呀 是不是在它世界当中啊 对不对啊 好 看一下它的行为实践 交互 对吧 有点击的 对吧 有浏览的 对吧 有点击的 有浏览的 那哪些是查询的 对吧 哪些查询的 肯定是我们的什么呀 01浏览和滑动 浏览和滑动 为什么是这俩呢 首先第一点啊 浏览没什么说的 对吧 那你用户想去查询一些数据呀 对吧 你肯定第一步是想调浏览 对吧 然后浏览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往下滑呀 对不对啊 你是不是得滑呀 滑一些东西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咱们取的就是01和04 好吧 那咱们找一下01和04代表什么意思 01和04代表什么 在这会儿啊 对吧 浏览和滑动 就是产品相关的一些浏览 暂博设计评论的部分 对吧 那你咱们看一下 eVinType是不是取我们的01和04啊 然后咱们是不是再取 这个下面里面的什么呀 数据的形成啊 是不是咱们那个接生格式的数据数据啊 数据串 对不对啊 那这个数据串 咱们是不是得首先第一步先拿什么呀 先拿我们TargetID吧 ID肯定拿到 然后呢 TargetCase 就是产品分类代码 产品分类代码 是不是也可以拿到啊 没问题 然后再打TargetOrder 就是你当前取得什么值啊 取得一个排序值 是多少 所以说这个块 咱们需要逐步去处理 需要去逐步处理 好 那咱们分析就分析到这里了 咱们接下来去写这个色口 去写这个色口 那首先前面啊 这一大堆硬性先不变 哎呀 我还是把它尻过来 还把它尻过来 好 放这地方 放这地方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表改一下啊 这就比较方便了啊 好 OK 改完之后呢 前面这东西变吗 不变吗 变哪块啊 变这三点 对吧 变这三点 也说这个两点 要吗 它不要了吧 但是它用不用啊 啊 咱们这个取 呃 这块呢 咱们先稍微啊 我们先把这个处理一下 先把这个条件处理 好吧 条件呢 这块就是等于了啊 等于 呃 等于什么呀 等于咱们的这个 呃 零五对吧 按的 对吧 好 呃 之后再去什么呀 取咱们的 event tip啊 type 然后in 取两个吧 咱们的01和 是不是04啊 好 OK 搞定 条件查语 查语完 查语完成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 哎 我们查语完成之后 看一下 那当前呀 我们想取什么呀 想取我们的这个 target的 order啊 target order 是不是直接能取啊 对吧 咱们是不是直接能取到了啊 对不对啊 哎 咱们这块直接能取到没问题啊 是没问题的 然后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它放着 比如说把它换成什么呀 咱们的target order啊 对吧 好 target order 把它改一名 搞定 然后还取这边啊 内容 内容是不是target的case 是不是也能取到啊 没问题啊 把它copy一下 好 OK 搞定 然后还有什么呀 target ID 但是你发现这里面好像也没有target ID 哎 你想去取target ID 好像不行啊 取不到啊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数据当中 是不是他只有target的ID ID ID 这是不是带S啊 对不对啊 就是一个用户 是不是可能会查询多个商品 这没问题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查询多个商品的这个数据给它拆开呀 对不对啊 把它给拆开吧 那咱们用什么呀 用什么 用什么来做呀 这块呢 咱们用一个 咱们什么呀 这块呢 得用一个什么呀 用一个特殊的形式去 去 去解决 对吧 去解决 咱们稍等一下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